焦点转到尼泊尔强镇已经两个多月 当地的上提中学 地震以后教室成为围楼 学生只能在走廊上 或者挤在同一个班级上课 为了给学子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 此季决定要圆建六间简易教室 上提中学在地震后 五楼的校舍受损 安全考量下 现在一个教室就要挤上两个以上的班级 还有学生是在户外 天棚下上课写字 为解决困境 在勘察后 此季决定原建六间简易教室 目前已经开始动工 希望能够尽早恢复正常上课 而另一方面 延续加拿大此季志工的姻缘 协助全球医员会打包卫生包 未来将会发放给需要的灾民 加拿大的此季人 此季是顾世伯们他们结的这个园 那已经就是还没有地震发生之前就结了这个园 所以就是他们有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 就是来帮他们再组合这些 然后他们会有两千份的 给我们 前来帮忙的都是受灾的尼泊尔乡亲 自助 忍住 乐观面对未来 相信老天爷也会帮忙 待新闻蔡慈臣 江诗文 尼泊报导